我看到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运动员 运动家 叫做杨传广 你们不晓得有没有听过这个人 没有听过 他有些人听过 在台东看 台东有一条路叫做传广路 传广路 他是台湾的运动史里面 最伟大的一个运动员 他的伟大 甚至超过现在的王健民 王健民你们都知道了吧 就当主的那个王健民 他比他还伟大 因为他 创造世界纪念 他是田径 田径十项 那他是世界冠军 他打破世界纪录 一再的打破世界纪录 打破到怎么样呢 谢谢 谢谢 那个他有计算了 比如说他的成绩多达是几分几分几分 他已经快要把他破掉了 他要快要破掉了 所以那个奥林匹克委员会堂 马上再去更改那个计算方法 就为了他 因为他一直破一直破 可是他很可惜他在罗马奥运的时候 没有拿到金牌 他只拿到银牌 他只输给他的那个同学 同一个教练的那个同学 他输给他 这个人啊 我是看十三岁 看他在那边跳副本寺 跳高 副本寺在 现在已经是落伍了 但是那个时候 我们从来没有看过 没有看过 人好像在空中飞一样 那我看了以后 从此以后我就 惊悔天人 然后一头栽到这个体育运动 体育运动器里面 一直到2002年 2002年我是负责 台湾队台湾的这个亚运 就是在韩国的古山 的亚运我是 通所到的代表队的总教练 那么比赛完以后 我的宣布退出教练的人 国家教练的那个职务 我就不再接了 那么从我1982年担任 第一次担任国家队的教练 开始一直到2002年 总共20几年里面 我因为国家队的关系 所以有看到很多的一些问题 很多问题 那么这些问题 我当时我在想说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么做 我看到很多不公平的事情 那我就不去讲我一定要怎么样 我假如是有权利的话 可是在当时来讲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你只能够讲一讲而已 可是数数来 世界上的事情没有那个一定的 现在呢 居然在2000几年以后 我却有机会 有机会 我现在在等时间 将来在台湾的体育界里面 我一定要怎么样做 等一下我可能会用几分钟的时间 稍微解释一下 那么 我开始要进入正题 什么叫做体育运动 体育运动 体育运动 其实它的主体是运动 运动还是主体 那么体育呢 是什么 体育就是运动的另外一个面 所以说 运动就是人类不懂活动的其中一种 那么它 我们这个运动呢 它的另外一个面 就是体育 就是一体两面 体育运动是一体两面 那么运动呢就是竞赛 竞赛 参加各种比赛啊 全国运动会啊 亚运啊 奥运啊 赛运啊 赛运啊 等等 这是运动 那么同样的这个运动 你假如牵涉到 牵涉到 学术 或者是教育 学术或者是教育 那么 它就叫做体育 所以一般来讲 体育系 体育大学 通常都比较不太适用的运动大学 那在竞赛里面啊 当然说运动竞赛运动会 大概是比较不会讲说是体育会 大概是这个人 大家可以把它分清楚 体育运动其实是一体两面 那么说到人类的那个 人类的活动 人类的活动 就是 他为了要为人类 就是在几百万年前的时候 第一次那个猴子站起来的时候 他用空出两个手要来做事情 那个时候从猴子变成人类的时候 那个时候那一秒钟开始 他就有活动 他就在开始活动 那他活动是干嘛 他就是为了要保护自己 为了要自己生存 所以他就必须要什么 去跟野兽去打猎 他去打猎 他就去吃那个所猎到的那个动物 来吃维持他的蛋白质 去养 或者是他出去找那个其他的野食的时候 叫做也要跟那个兽 野兽要来吃他 他要跟他斗 所以在那个几百万年里面啊 我们大概可以把它归类一层 那个人类的活动归类一层 人与兽斗 人与兽斗的时候 那么持续一直过来 那么人越来越多 就形成一个社会 那么社会呢他就开始有复杂了 为了他生存的空间或是怎么样 这个社会跟那个社会就开始有争战 开始有争战 也是为了要他的生存 所以他有争战 那么那个时候 我们就把它归类为 就是人与人斗 人与人斗 这样的情况呢就维持了几百万年 到底几百万年我们也 到底几百万 真正几百万我们也不知道 那是要考古学家慢慢去挖嘛 慢慢去研究 那么这种 这种从人与兽斗 到人与人斗 一直维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到最后 距离现在三千年前的时候 有一个很 文明非常发达的一个族群 叫做希腊 希腊文明 希腊 他们呢 他们都非常非常优秀 他们就 大家围起来就 他是一个城邦嘛 城邦 城邦的现象 那那个城邦就像 就像在中国啊或日本啊 都是有那种 就是战国时代 所以一天到晚都是在打仗 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 那个每一个家庭的那个做妈妈 都在做健常都在落泪 都在那里哭 哭什么 哭儿子喊 跟儿子死掉了 因为征战的关系 所以 所以呢 每一个家庭的那个 做妈妈的都很痛很痛 所以他们就坐下来 来研究 说 同样我们都是在竞争 要满足我们的竞争 有没有什么办法 就是能够竞争 也是可以啊 来争你第一我第二 都是你赢我 等等 他不会 不会要人命的 不会要命的 这种竞争方法 看能不能找出来 结果呢 大家研究出来 可以 可以 我们来举办竞赛 竞赛 好 从那一刻开始 现在的运动 现在的体育 就在那个时候 3000年前 开始成型 就已经不再是 光是以兽斗 与人斗 另外又 产生一种 形态出来 那就是竞赛 就是现在的运动 那么他们就 大家互相研究的结果就是说 那四年举办一次 要四年举办一次 你每一年都在举办的话 大家都不要打算了 那还是要打算 可是他要有一定时间修养一下 所以选择了四年 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大家也不知道为什么四年 他一定有什么原因 可能跟宗教有关系吧 那么四年里面 第四年就是 就是那个 在那个比赛的地方 叫做Olympia 那这个比赛就叫Olympia 那Olympia呢 他在那一年的Olympia 那一年叫做Olympia 那一年里面 大家就不准打仗 谁都不能打仗 你再打仗 神就会责备你 神就会责罚你 大家知道希腊就是神话最多的 跟最相信的就是神 所以在那一年里面 就没有人在敢出兵啊 或者打仗啊 或者是怎么样 不敢 那个时候 大家都是在自己的家乡里面 就训练你的选手 要怎么样 要去赢 去赢Olympia Olympia 那Olympia 但是在雅典这个地方 我曾经有带过一次的代表队 到希腊区 雅典去参加世界赛 那一年 刚好2001年 那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911 命拉根911 他去撒纽约那两个大楼 我们就是准备在三天之后要出发 三天之后要出发要到希腊去 结果好多人啊 不敢再去 所以我们的领队 他也说临时抓不去 还有官员 他也说不去啦 所以我那一次 那一次突然当教练以外 都还要当领队 还要当官员 那到那里去比赛完了之后 我有带那个选手 我有到Olympia去参观 去参观 那个地方看起来并不大 感觉好像是 大学的 大学的运动场一样 大一点的大学运动场 差不多是这样子而已 大学是椭圆形 椭圆形 那个时候 那是在三千年前 那每四年半一次 每四年半一次 那么一直 就在那个时候啊 拿到这个Olympia的冠军的话 他的这个奖品呢 只是一顶那个桂冠 用那个橄榄叶 橄榄啊 做起来一个圈圈 把你套在头上 那就是桂冠 那就是桂冠 就是这样啊 可是你假如回到你自己的故乡啊 那就不一样了 那整个故乡的人 大家都出来迎接你 就不来迎接你 诗人啊 还替你做诗歌 那个教科师啊 就按照你那个形态 就给你教科 所以现在到欧洲的 那些博物馆里面 就有看到很多的 那些运动员的 那个知识啊 那这是几千年前 他们教科下来 所以他是一个运动员 然后拿到那个悲观的话 是非常荣耀的 几百年以后 那个诗歌还在流传这样子 那一直到西缅 西缅 西缅三百七十三年 那个 那个罗马帝国 罗马帝国起来的时候 他们想要消灭掉那个希腊的文明 所以就禁止欧林平 欧林平安 不可以再举行 不可以再举行 那后来又是到 1986年的时候 法国的一位伯爵 叫做Hubertine 他来找来一些他的贵族 朋友来组织一个 要恢复原来传统的欧林平安 要想再把它 再恢复过来 因为那个时候 有很多的征战等等 所以他们认为说 再恢复欧林平安 已经一千多年都没有 都没有那个 没有这种 很和平的 很公平公正 公开的一种活动 在人类的活动 所以呢 他们说 要把那个欧林平安 再把它归归 那 后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 欧林 欧林平 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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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IOC IOC 那么就在 就一千九百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 地界奥运 举行 那就是现代的 最现代的奥运的模式 就不来了 那我们现在所谓运动 运动竞赛 大概就是 就是从那个时候 就进入现代化 进入现代化 进入现代化 一直到 这里面 就是一直到现在 到上一届就是在广州 不是在北京 北京奥运 北京奥运 那好像 第二十六届 或者是什么 我不太清楚 那 接下来 下一届就是在 在伦敦 在伦敦 那我 我 可能 那个就没有这种机会 我已经 已经是 报老还乡了 也就没有那个机会 但是我是很期待 那个我们 我们的代表会 还能够再拿金牌 这个 这个我们过去在 在200 2004年 在雅典 就是 100年后的 第一届的奥运 又回到了雅典 那我们拿了两块金牌 拿了两块金牌 台圈大 好 那 在这个 这个现代的奥运年的 那个 的历史里面 特别值得起的 就是1936年 1936年 那个 那个 欧洲 德国 是由 那个 是由 那个 希特勒 他在 补证 他就想要利用那一届 发扬 要 要发扬他国家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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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安民族 就是 德国的民族 最优秀的 其他的有政府 很多不好 结果呢 没想到 那个最重要的比赛 通通被黑人拿走 通通被黑人拿走 所以 那个 希特勒他很失望 非常失望 他拒绝 跟那个 那个黑人 过手 那个黑人呢 叫做 杰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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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文斯 杰西奥文斯 他一个人就拿四块进来 那 大家都在圣团 这个 这个 希特勒 被有色人一种 的歧视 但是 杰西奥文斯 后来他在这个 回忆录里面 他说 没有 希特勒 并没有对他取次 他 经过他面前的时候 他跟他 招手 希特勒一站起来 跟他招手 他的回忆里面 这样的信 这个是 也是跟班的传言 都有点不太一样 那到 罗马奥运的时候 我刚才讲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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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杨松棚先生呢 他就 他 拿到银盘 他是也拿到银盘 非常可惜 真的是非常可惜 大概 后来 这个 Olympic 全世界的Olympic 叫做IOC 那么各州呢 就有 各州的Olympic 那亚洲呢 就是AOC AOC 他举办的比赛叫做养育 那每一个国家呢 都有一个 都有一个国家 会跟澳会 澳会 那个叫做NUC Masino NUC 大概介绍一下 就是整个现代 现代运动的一个形态 那么我 我 我没有说多少时间啊 我稍微讲一下说 假使将来我 能接管这个局运动的时候 我会做一些什么事情 我把它归纳 用最简单的一个方式 就是来讲就是说 我 我只要照顾两个人 我要照顾两个人 那个人 那两个人 一个人 有一个他名字叫做 选手 一个名字叫做教练 我不要照顾这两个人 我就可以把台湾那整个体育 通通给提升过来 因为其实到现在我所说 我过去有那么长的一个时间 在国家队里面 我看到很多很多不公平的一些事情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其中最严重的 就是对这两个人照顾 非常不足 非常的不足 那我就要把它扭转过来 以后我就是要最注重的两个就是 一个就是选手 一个就是教练 那么你台湾那整个选手 这个一定的体育运动 在国际上一定会提升 成绩一定会提升 那么它提升了以后 就会带动全国的民众 大家都会去注意 运动体育 运动体育 那么同样的同时也就把全国的 民众的身体的健康呢 也会提升起来 那 那 最原始的就是我只要 把用心的去照顾这两个人 那么 那 我们现在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公 这个公务体系 在主管这个体育 那么公 因为它太庞大 结果有把有限的体育的经位 体育的经位 通通都用在养它自己 而它所要做的事情 它本身又不是内行 它是公务人员 它公务人员 它很不简单 能够当公务人员是很不简单 因为它要参加很多的考试 它要念很多的书 它要 它不会当难考 考上了 考上了 它就 就是一个 它在管的人 可是 体育运动啊 我刚才讲就是那两个人在 在最重要的 那 那两个人啊 又是很麻烦 很特殊的一些人 常常我们在讲说 在体育界里面说 我会跟他笑 真的 那些运动员啊 那些有名的运动员 那他们真的是像疯子一样 打太阳之下 那个 他们在那打网球的 又出球 女孩子也在那里踢足球 那个脸都是黑黑黑黑黑黑的 像疯子一样 我有一个老师啊 这是日本老师 他怎么样 他 他怎么 台风来的时候 他是日本人 他说台风来啊 他就去拿一个 铁一个蒙系绊子 拿一个门啊 拆下一个门 就顶着那个台风 就在那里跟他顶 跟他顶 他训练 他训练他的那个 温 他的肌肉 他的稳定 那你想想看 那对 对那个旁边的那些 那个邻居一看 欸 那是笑的嘛 笑的 我跟你讲 体育运动的 就是靠这些笑 维持下来的 没有这些风子啊 哦 你是这个体育 半裹起来 光是找那些公务员 那些他们来 来发展体育 没有办法 所以呢 将来呢 我会针对这个 这个我们这个公务体系 我会 提出一个 一些办法 当然这些办法必须要有 很多的专家 教授 学者 大家来做下来研究 那我就是要把 我所认为 最需要的那个 那两个 我的那个主要的观念 就是照顾 照顾那个最重要的人 其他的人 不要去抢风头 就让这两个人 好好地去 去发挥 那我想这个 我 大概这个情况 大概我将来就是会 会这样的处理啦 那么 当然也大概要 跟一些学者的研究 那么 详细的细节 现在以后 以后再说啦 以后再说啦 以后再说 但是原则 目标 会一直定下 好 那么 呃 嗯 这一堂课呢 呃 就是 就 我就到 准备到这里为止 哦 那么各位 若是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要 提出来 哎 问的话 我想 请大家 提出来 有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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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要不要呼吸一下 刚才的那个动作 哈哈哈 其实要操作啦 你们现在知道跟 会做喔 是有一个差距 有一个差距 哦 那么我们 把刚才最重要的那一个动作 我们练习一下好不好 好不好 就是掐脖子这个事情 这个动作 大家练习一下 你没有练习的话 你真的就差 会差一点 差一点呢 就差之前你了 好不好 啊因为那是 救你的命 那可能 我相信你一辈子大概都不需要用到 但是谁能够说我是没 我是绝对不会碰到这种事情 这么倒霉 但是很难讲 好不好 我们现在呢 两个人两个人一组好不好 我们这样做 做十分钟的时间 我们把这一个动作 因为这个是生命关系 所以我想跟各位 我要看一下 我看一下好不好 两个两个好不好 也归男生对女生啊 好不好 好 那我们大家起立 起立 找一个空间 好不好 找一个空间 现在呢 现在从前面 前面 你这样你就可以跟大家搭一配 看你还有跟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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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是女生啊 特别是女生比较重要 女生 好 好 现在呢 男生 现在有一方 那个掐他的脖子 掐他的脖子 但是不要用力啦 他真的掐 掐死掉了 把他搭住 把他搭住 对 这位大哥他做得非常好 他是 他是 他是用杠杆原理 他 这个杠杆原理做得很好 大家坐一下看看 坐一下 你们互相 大家 一个攻击 一个防守 坐一下 你坐我来看 我来看 对 非常好 你有转身 你有转身 你再 那你看 不要短身 你这个脚 不要妨碍你的短身 你要移动一下 好 护肩帅啊 护肩帅 就不是我的动作 所以我就能 不会教你 这个比较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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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肩帅是一个 专业英雄的一个动作 这个只是 父母旁边 好不好 好 那你们再做 你们两个再做一次 我要看 你现在练 练细还有也可以练细 那个脖手啊 好 再做一次 好来 我刚才记 身体短 这个脚 没有动 脚没有动 这个脚动一下 一样就出来了 好不好 好再做一次 那你做做看 那你到那边那边 那边比较宽 好 那你怎么做 我只要看你这个动作 好 可以 基本上是对的 但是呢 你必须要把力量喔 把它一次 把它爆发出来 啊 啪 不要慢慢的 慢慢慢慢慢慢 那 对手 那些 对 再做一次 好像是 还不太够 这个手 手一定要直 要直 才能够跑到这 你这样的话 就变成这里 你这样的话 这里 好不好 好 再做一次 再做一次 对 对 那 看下去